要找什么?你就找这个资料集里面的全部资料 那全部资料里面的话,这边有一个排序,排序里面就有浏览次数 我就找那个浏览次数最高的 然后看一下,这边有什么最关心的 不过出来第一个为什么是停车 厂的那个资料,怪怪的,然后什么台电的 还有个股,什么收盘价跟平均价,这边也有 而且如果是CSV,你也可以把它爬下,你随时可以爬这资料 底下也有,我是根据这些里面找一下,我觉得好像比较有 这个价值的,然后就把它直接就是开,那其中找到这一个,它也是排在蛮前面的 那为什么要先用这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的 栏位是最少的,因为只有三个,资料最简单 底下的话呢 还有几十个栏位的 像后面有一个 同学问的问题啦 我同学蛮认真的,回去就找了嘛 这个年度 国内主要经济指标 OK 然后里面的话呢 就复杂非常多,为什么?因为它总栏数有20个 20个栏位 通这些 这些栏位数就这么多 从年度低栏 经济成长率 平均每人的国民 这个所得毛额,应该是GDP吧 OK,然后最什么 到平均的一个小时工时 OK,比如你工作一小时多少钱 我记得好像不高耶 不到200块 OK 那这个答案就是一个 应该我觉得是还蛮客观的资料吧 因为毕竟政府也不太可能会在这上面动手脚吧 把它做得很漂亮嘛 OK,但不至于 这个蛮值得参考 只是说呢,它提供的这个Json 跟那个web service OK,假设你是要挑战这两个 当然比较简单是CSV啦 可是CSV还是会有个问题 就是你把它下载下来的话 我们用Essail来开启 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 它是乱嘛 对不对 怎么办 其实跟各位讲 如果你用了Essail版本太旧的话 就是乱嘛 但是如果你用的是最新的版本 像我用的是Office 365 就没有乱嘛 OK,所以是什么 花钱买新的 最简单 对吧 但是如果你不想花钱买新的 其实有个方法很简单 就怎么做呢 其实我之前跟各位提到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直接到你下载的那个地方 然后把这个CSV先按右键 用什么开启呢 用记事本开 其实记事本 还蛮有用的 记者按右键记事本 那你想说 现在CSV记事本能不能开 可以开 而且 有没有乱嘛 没有乱嘛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 记事本比Exail厉害 有没有Exail还乱嘛 这边没有 乱嘛 那你说看用记事本做什么 其实记事本只提供一个很简单的功能 就是另存新档 然后呢 请你看一下编码方式 这边是UTL8 请你把它改成ANSI 按下存档 你的乱嘛问题 就解决了 所以其实你不用再装 什么其他软体 你只需要把UTL8 改成ANSI 再存档 那你刚刚的乱嘛问题 就得到解决了 但是会有一个衍生的问题啦 就是说unicode 里面的编码有些含用字 是可以显示的 但是ANSI 它的编码有些含用字 是误发显示的 所以造成有些字 它会显示不出来 不过这种是比较少啦 除非你是 做一些什么样的 研究里面是有含用字 才会有 发生啦 我再来提一下 OK好 储存一下 要不要取代 要 好这个时候的话 你把它储存之后再开 有没有发现 上面的这些字 就恢复正常 大概就这样就OK了 好 第1个 第2个的话当然 大家了解一下里面 总共的话 Ctrl向右 到T T的话是 A B C D T多少 就是20 你算一下就知道了 不过其实它有个方法啦 我是怎么知道的 其实你可以 在这边有没有 我在U好了 U这边插入一个 我之前有跟各位讲过一个函数 在解释与参照里面有个Column Column里面的话 这边就会出现它在第几栏 那U是21嘛 T的话不是20 所以 这个资料的话 相对于刚刚那个又更复杂了 OK 其实做错要一样了 所以其实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再了解 看看这个 这个地方的范例 那我是把它放在 刚刚这个劳退的这个底下 只是说 这个难度就更高了 那结构的话 你会看到 其实结构也是长一样 外面一定是一个中瓜 那里面的话 有很多的大瓜 大瓜里面有KeyValue KeyValue 所以以后的话 你要先 把资料调出来看一下 这第1个 第2个的话 那刚刚 我们已经把这个资料下了下来 不过 其实画图表 像这个Excel 我觉得还 还简单 但至少 它有个问题 它这个位置好像放在中间 有没有 后来我看一下 其实你可以按右键 在哪个地方 在它的坐标轴 这个叫主坐 按右键 这边有一个叫做坐标轴格式 你可以把它调整一下 把它的那个 应该是什么 坐标轴的 数值吧 它这个数值好像是 放在00 我把它改成-15 有没有 00是在哪 00在这里 在这里 其实应该这条线 放在下面比较合理 对 所以你就把这个改成 改成这个数字 -15 应该就可以下去了吧 印象中 -15 Enter 按确定 按关闭好了 有没有 它这个 这个轴就跑到这里 但看起来就比较 OK一点 好了 不过 这个 跟 Python 程式撰写无关 不过至少 你这个跑得出来 你再去思考 Python 要怎么做 其实Python 也可以做到 一样的东西 好 好 那 这边的话 就提供给各位参考 这个CSV的部分 这个 CSV 刚才有存档 那再来的话 我们今天呢 又就是再延伸 除了那个 CSV Python 而且还有 XML XML 其实我这边有提 提供一个解法 这个解法 顺便讲一下 在我们的第 讲义里面的第14页的地方 那 这个 XML解法 比较麻烦一些些 那这个也是我找了很多 很多地区 因为Google你也可以找一下 如何下载XML的档案 但我发现好像没有一个 比较好的解法 我就找了一个 相对于 其他的方法 比较简单的 我们是用什么呢 用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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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件 叫做 Element Tree 好 那这个Element Tree 其实好处就是你不用安装 它已经内建在我们的Python里面 可是Element Tree 这一个 这个套件 这个模组 这个模组 它有个 有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 它要读档的时候你不能直接读网路上来 直接从网路上捞 你必须先存档 才能开档 也就是说它只能够针对什么 已经是个档案的资料 才能够读取 可是如果它这个资料是在网路上 那它就没办法 直接 直接存取 所以比较麻烦一点 我就想了个方法 第一个是怎么样 我们如果像刚刚那个 上个礼拜提到那个什么 PM25 我们用这个来练习 这边有一个 XML的档 那我上个礼拜点击它 点击它跳出来 它的结构一定是长这样 一棵树吧 其实你可以把XML联想成一棵树 那底下的资料就是它 有点像它旁边的分支的部分 所以它的root 根的话在这里 所以这个可以 它可以说放 它的根在这里 然后展开来 它这边就有个data data就是它的第一个分支 那分支里面你会发现 它里面就会有所谓的标签 Tag 那Tag名称第一个 就是所谓的size 那size其实这个标签之外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栏位 只是说 一般如果是前面是小于后面大于 我们通常称它为Tag 标签 那这个的话跟那个html蛮像 有没有网页嘛 如果你们以前写过网页的话应该知道 那 这里的话你会发现它总共有 一 二 三 四 五 有没有 五个标签 放在data里面 而且它的结构都长一样 有没有 这边第一个是五个嘛 下面这个也是第二个五个 所以第二个分支 第三个分支 第四个分支 也就是说呢 如果里面 有 几篮的 应该算是 几列的资料 它就分别把它放在里面 所以那我们要怎么样一个一个把这个 假设啦 如果你今天人家给你的这些xml的话 那你应该 如何处理呢 OK 第一个啦 当然还是需要知道什么 我们这个连结放哪里 所以按右键 有没有 它这边有什么 复制 连结网址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 我刚刚讲 因为呢 我后来找到一个模组 它可以存取xml 但是 你必须是档案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可能第一件事需要什么 先把那个xml这个档 先把它有点像另存心档 把它存成一个xml档 是什么 另存心档 假设我们另存心档 先把它存成一个什么什么.xml档案 所以第一步的话呢 我们其实就 什么下载.xml 也是这样这样子的一个档案 那我们这个地方是要用什么 用那个我们 Python来处理 所以待会请各位先做第一件事情 在云端白板的 第14页上面 那一样 我们一样开个新的module 然后呢 先把这个档案下载 存成xml 那存的方法 我这边有程式啦 就这一段 OK 首先的话呢 一样 import 我们的request 然后呢 给它一个网址 这个网址呢 就是这一段 那这一段实际上 就是我刚右键 复制 那个连结 贴过来的东西 然后呢 跟它讲说 不过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 我 顺便增加一个 这个f 物件 这个f 物件的话呢 open后面呢 加上一个档名 这个档名叫pm25.xml 那这个是我们自己给的名称 那副档名的话通常是xml 后面的话加上w 为什么w 因为我要把它写成一个档案 就是 网路上的东西 我先下载之后 存档 那encoding的话也许我们还是用 utl8好了 然后呢 把 下载的东西写出去 write出去 OK 写到哪里 写到这个档里面去 所以将来在根木屋底下 就会有这个pm25.xml 我们把它资讯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没有错误讯息发生的话 理论上应该就OK了 那跑完了 应该没有错误讯息 那再来我们一样 到根木屋底下 我是放c 底下的 Python 2021 那我们看一下刚刚那个档 我用那个修改日期好了 排序一下 这边就有 pm25.xml 就写下 就OK了 所以 第一步完成 把这个档 存在哪里 存在这里 OK 那再来你如果要确定说到底有没有成功 但是他31k 应该是没有问题 按右键 那我是建议啊 因为他预设编辑器好像没有 那我们还是用 editv10 nodepay++ 打开 你会发现 这边就出现了 其实结构跟刚刚在网页上面看到是一样的 然后只是说这个啦 如果你不要看到那个特殊字员 干脆把它关掉 显示把它关掉 长得这样 其实是什么 也是一棵树 这个其实 它是用点那个箭头 这边是变一个加减 一样嘛 把它打开 这个第一个data 第二个data 第三个data 那已经抓下来 那第二步的话呢 我们再去思考 怎么去解析它 那要解析它的话呢 就是要透过 刚刚讲的 这个东西 叫elementry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 那 xml相对比较麻烦 只要如果用elementry 这个模组 它 就必须什么 是一个档案才能够去解析 OK 要不然的话如果你不用replay的下载 哪边你要手动下载 给它一个档也可以啦 只是说 当然最好是可以一气呵成 完全不需要手动的话 那当然你想说老师那 可不可以用 其他如果我不要存档的话 其实啊你可以用别的模组啦 其实我试过别的模组 只是说别的模组在存取 xml 好像似乎没有比elementry 简单 因为我找了好多个 发现一个比一个复杂 最后发现 用elementry好像是最简单的 OK所以请各位试试看